恐怖在线 今晚就没有现场嘉宾在这里 都是说一句 没有现场嘉宾就不等于没有好东西听的 我这一会儿就安排了一些电话的朋友 也有人说 通常节目的头半个钟头 如果他不是给月费或者给Cons听的话 很少听到一些call-in的电话 今晚就很快就有一位地产界的朋友 就想分享一下一些个案 知道大家喜欢听这方面的东西 所以我就放在头半小时的免费时段 之后回来就有一位法科师傅 其实他已经在订阅了 就是陈法齐师傅 还记起上星期五晚就和高龄人士Karen 在身上驱轨了 驱了几个出来就没办法 大家都问什么时候打大佬 很心急 我相信可能下星期行不行 否则就再等下星期 因为师傅现在就在台湾的 不过未打大佬之前 那师傅说了一件事出来 就说他可以透过他所学的法 能够做到一件事 就是找一个朋友 当然是要高龄的 而他也不介意被一个灵体上身 直接招轨上身 那做什么呢 希望可以说出一些东西 又或者帮他去完成一些东西 还是怎样的 那待会会听听陈师傅 透过一场电话 他问一问 为什么在他的学法的过程中有这件事呢 因为一般很少听到法科师傅做这件事 他说原来在学法的过程 或者那套理念里面 是可以做到这件事的 那待会会听听这件事 还有有问 自动请英 我举手 我高龄的 我不怕被灵体上身 这样 好了 那待会会讲一下这个话题 好了 今天是星期四了 好日好快追 即是10号 即是说我们Horlite11的网聚 就会出现了 星期六晚上 也可以说我们近这几年的网聚 最多人的一次 已经去到350-306人 就包了一个很大的厅 到时有很多的嘉宾会来 可以透露一下 除了很支持这个节目的 芯姐 铁脚 一定会出现的了 每次 芯姐都要一起来和大家玩的了 很感谢芯姐 所以当晚的朋友 一定会见到芯姐出现了 除此之外 我说了 总有一份在做近我们几位的主持 都会做一个现场版 即是JJ和阿妹都会来 还有导演也会来 除此之外 特别嘉宾 和这个短片里面的人物很有关系 不如再看看吧 好吗 先回复一下 你们晚上在学校 不要乱走 看到什么也好 听到什么也好 不要理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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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影片其實已經每晚都播出,為什麼會特別拿出來說呢? 就是因為接下來星期六晚就會有男神陳家樂 再加上女演員兩位,甚日嘉和麥家瑜都會出現 所以如果買了門票進來的朋友,想見他們三位 尤其是女粉絲,想見爺爺的話 所以說到時不要遲到了,好嗎? 他們就是當晚的特別嘉賓,還聽說好像電影公司 都會送出一點點換票證給現場的朋友作為抽獎 所以這次十一周年,是非常多人 去年也有很多嘉賓朋友來到,今年也秉承著這種氣氛 再加上很緊張的HoraEleven,究竟哪一位朋友可以讀得一萬一千元 都很期待 預告了,到時有這個情況發生 如果未能夠現場的朋友,我們希望試一試 會不會用到手機或者Facebook做一個現場小姐直播 立即聽電話,這位是張小姐 Hello Hello Edmond,你好 你好,張小姐 知道你是一個地產經紀 沒錯 好,分享一下幾件事 是的,其實我們當代理人,有時也會見到奇怪的事 在2010年的時候,大約是十月尾到十一月頭 有一天,我有一個客人,是日本女生 她說要找跑賣地,想找一些有平台的 OK 還有她的價錢,我找了一間,可不可以說個大廈名嗎? 沒有 不要太清楚了,一點點吧 OK 一點點提示 找了跑賣地,看到馬場那邊的一個單位 OK 那位客人說我要放了工才可以去看 放了工是7點半 等她去到那個大廈,跟管理員登記 管理員就說,那間你去到十一樓,然後就走樓梯上十二樓 那我就覺得,咦,這麼奇怪的 那我就不理了,上去了 上去,然後推開門 嘩,很奇怪 推開門,是一個很大的電機房對著你的 那位置很窄的 你要移開一點,才可以關上推開門 那我就覺得,咦,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跑賣地很少有這樣的樓 那原來,要關上那扇門,向右手邊看 才看到有一間屋的門口 哦,很奇怪 很奇怪 很奇怪 對,然後我還用電筒 即是開了一個小電筒 因為開始是客人 那找到,這個我有鎖匙的 那我開了門進去 嗯 那當然是黑漆漆 那,但是那個燈呢 就在你開門的位置旁邊 那我開了之後 在你面前呢 很大的門口 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門口 對著我開了那扇門 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廚房 那通常不會這麼大的廚房 對著你 你開了那扇門 你最多要不就走廊 要不就走 或者你直望就是睡房 那扇門很奇怪 那個間隔 很大 很大 那間廚房大約有200呎 很大 廚房200呎? 那整個單位有多少呎? 整個單位都不是很大的 我現在不太記得 因為10年 我不敢記住那些東西 太害怕了 那我開了 然後進去 第一件事呢 就走進去廚房裡 因為又在那個門那裡 那我開了燈 那他就用一些很暗很暗的黃色燈彈的燈 即是很鬼死古老的 那我就衰 我就衰 我不懂事嘛 我就亂說話 那我就說 哇 那廚房呢 完全是六十年代那種造頭的廚房來的 嗯 大概猜到 是的 那我就衰 我就不懂事了 我就蠢了 我就說 哇 那麽大廚房 就睡兩個人都夠了 嗯 唉 我就衰了 唉 那接著 我們就出廚了 出廚了 出廚了 廚房很窄 因為廚房去過了廚房的位置 前面就有個好像平台那樣的東西 原來那個是別人的天棒來的 根本就是樓下那層的天棒來的 嗯 不過就伸了出去 那他就用小小的尼巴那些鑒 就當是一個平台那樣 OK 但是那間店呢 就很殘的 裝修很殘的 那我的客人就當然不會喜歡啦 因為這麼殘 那樣 就走了 哦 走了之後 到翌日上班了 喔 翌日上班 那我就坐前排第一個位的 嗯 就聽到一些同事在後面聊天 那我們一排只有四個人而已 只有四張台 其實很近的 聽到他們聊天 其中一個女同事就說 我跟那個客人說明的 雖然他是鬼佬 就是我告訴他 我在樓下等他 我是不會上去的 我告訴他那間屋 有些不開心的事情發生的 嗯 嗯 那我不理他 不知他在說什麼 當然是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是 然後越說越 越 越像 我昨晚看那間屋 那我就走到他們那裡 我問你們在說哪間屋 嗯 他就在說那間那間 他說 這麼鬼死邪 我當然不會進去 幸好那個鬼佬 他說自己肯走進去看 然後看完就自己下來 嗯 那接著 我們 那接著有個同事就回答 他就說 因為他是IT的 所有事情都是經驚他的 嗯 他說我打在機器上 你們是傻的 自己還要上去看 當然不看 是 那我說 我說什麼呢 我說沒有啊 我馬上去那個鬼佬 開那個盤來看 是沒有東西到裡面 即是沒有說有些東西打上去 然後他就說 那搞錯啊 這件事很久 一向都在這 我不會 就是他一有料 就一定要打下去 因為我們其實有責任 要告訴客人 這間是空宅的 沒錯 那接著我說不是 我沒有啊 然後我說你來看看 那部機器 那接著我沒有 所有人的機器都沒有 他們個個都查 那就很邪 那他說到底說什麼呢 原來就是在說60年代 有一個印尼的女士 就帶了他的兒子 就來了香港 那就有一個 我們叫做情夫 那樣的東西 就一起來的 那接著 不知道什麼事 就殺了他 就把他倆子拿 就藏在那個廚房的灶頭裡面 真是兩個啊 被你說中啊 是呀 我不是說他糟了 後來很嚴重 那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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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說 蛤 我昨晚才看完 難怪這麼鬼死 古怪啦 那接著 我們其實做這一行 雖然有些人說 信教 但我們都會 拜神 那我就說 糟了 那怎麼辦呢 那些同事說 你拜神 那我就沒有去做到這件事的 嗯 那接著 就隔了一個禮拜左右 一個禮拜左右 那我就開始 無端端 我就大傷風 嗯 那我就覺得很小事 那傷風 那其實香港 都不冷的了 10月 11月都不冷的了 嗯 那我就去看開 我那個醫生 我那個醫生 通常開三天藥 其實今晚吃完 明早都沒事的了 那看完之後 一下子隔了五六天了 還是有 就是越來越嚴重 嗯 那有一晚 我就 洗澡 我就無意中 我就掉了一條毛巾 在地上 那我就撿了 一撿 一撿 我看到我的肚子 那裡 有一塊很大塊的 乳血 就是好像人家拔罐那些 但是很大塊的 但是你一直不知道 是洗澡 剛剛這一刻才看到的 是啊 我們很少自己看自己 我們正經人家 就是看了幾個年 怎麼看自己 是啊 很少自己看自己 那 那看到 因為我污下身 又有肚腩 就看到 咦 什麼來的呢 然後 咦 又不痛的 那我就不理他 還去找些乳膏來查一下 那到第二天 到第二天 第二天 我會暑回家 就會洗澡 因為太熱了 我們早點行 一天出去走 咦 那大東西不見了 就去了 就去了 右手邊那個 橫鴉腸位那裡 咦 那接著 咦 我又不理他 那接著又 就是第二天 我又開始留意了 第二天洗澡 又去了第二處 又前面那兩大東西又沒有了 咦 會走啊 是呀 會走 但完全不痛的 嗯 會到處走的 那接著我就 咦 我要再回去看 這個傷風 嗯 那回去看傷風 那醫生就說 咦 咦 你拆我的招牌 我的客人全部看 一兩天吃了我的藥 就會痊癒 我說是啦 我看了你這麼多年 也不知為什麼 那他一路 他就在那裡開藥給我 他就說 我轉了第二隻藥給你 那他一路開藥給我 那我就拿那件衣服 我就說 接著醫生很害怕 咦 姑娘給你打陣子 姑娘進去 那我就說 我告訴他 我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有這些一塊塊東西 我今天又去了 接近背脊那邊 近背脊那邊 接著他一看完 他立刻把自己那張紙 開了藥給我 那張紙 全部拆掉了 撕破了 接著還寫了一張醫生紙 給我 他說你什麼都沒有做 你現在立刻去急診室 政府急診室 你去照 你去驗血 我說什麼事 他說你不要問 你立刻去 你什麼都不要做 立刻坐的士去 因為醫生這樣說 是很害怕的 很害怕 其實我有點傻傻的 我又不太害怕 我出來之後 因為那一年 那個樓市很死旺 在哪裏有空去看醫生 他就是那些店舖的醫生 但我都提了很多年 我出來之後 就不理會 我便走了 我便把他的醫生紙 放在我手袋裡 我便走了 另外一間 又是那些醫生 又去看 拿了藥 回家吃 於是者 便沒有理會 但我身上那些一塊大東西 不斷在轉 今天那些大 明天那一塊 接著開始第三個星期 第三個星期 就不只一塊 就幾塊 但一直都不痛 仍然是不痛 從來都不痛 從來都不痛 接著到11月最後一個日 11月最後一個日 30日 那天我早了回家 跟客人吃完飯便早了回家 我便想明天換手袋 才記得 咦? 是呀 想明天用那個手袋 原來那張醫生紙 就在那個手袋裡 我便說 是呀 要去驗校 隨便 便走了去急症室 在那裡等 等了 等了 政府的急症室 等了很久 等了 等到11點 便說 算了 我便走了出去 吃糖水吃完蛋 還坐了的士回家 因為我根本不記得 還有一件事 又沒有去到 是呀 一搭直到門口 醫生便打電話來醫院 她便說 張小姐 你現在要回來 你要留院 明天便等醫生跟你說 我說 到底有甚麼事 她便說 我現在不能說 她問你是否醫生 她便說 你是醫生 為何現在不告訴我 她便說 不行了 今晚一定要回來留院 她便回去 隨便收拾一些東西 便去留院 第二天一早 有個女醫生 她便說 張小姐 幸好你現在都來到 她便說 你是患了這個 急性骨髓白血病 即是血癌的 我問她 我問她 我問是甚麼 她說是血癌 我問是否重要 是否嚴重 她說 如果你來遲多五六天 便不用醫了 我說 醫生 你看我現在 我其實也挺胖 140磅 我說 你看我又健碩 每天都出去運動 其實你到處走去看樓 都是一個運動 我說我沒事 我說行了行了 我說我翌日才去看醫生 我說我現在走了 她說不行 不行 她說你一定要 我們現在要 載你去 去某一間醫院 因為她說 她那個醫院 就沒有血科 我要載我去那個醫院 就看血科 好了 接著 查出甚麼事 零以上 是的 零以上 然後便留院 留院 到第五天 其實已經立即開始做手術 做化療 第五天 我就見到我爸爸 在牆上伸了頭出來 她說你太辛苦了 你不要經常亂說話 你跟我走 喔 我說 不是喔 我說我兒子又未結婚 還有那隻小狗 很可愛 我說爸爸你先走 我翌日先來找你 其實那一天 那一天 那一天的早上 其實醫生跟我說 她說 今天不會再跟你下藥 因為其實還有兩天 要下藥 等於一個療程 她說 你 因為我發燒 燒你了105度 嗯 她說 所以不可以 不可以下藥了 我那一晚之後 就見到我爸爸 然後第二天醒了 退燒 嗯 退燒 甚麼事都沒有 好 在醫院 就住了大約 那一時之後 大約住了兩個月左右 好少少 輕微好少少 轉了去另外一間房 去到那間房 晚上 睡覺 有隻手 捉住我一隻腳 另一隻手 捉住我一隻腳 兩隻腳都被人分別捉住了 很明顯的感覺 很明顯 接著有一對手 就在我的背部 就推我到地上 推了你到地上 你是在床 是嗎 沒錯 她是推不到 我是不能動的 又不能說話 又不能說話 但我的感覺 是很大力推我到地上 我覺得是很久的事 後來就有 對面床 有個病友過來拍我 我醒了 我醒了之後 我就說有鬼 那些時間 剛才有姐姐 就來斟睡 其實醫院 姐姐半夜都會來斟睡 那姐姐又進來 她說 為何你又不睡覺 這麼晚 我說不是啊 有鬼啊 那姐姐就說 不是啊 真的有鬼 跳了下去 那時候 也很久了 我嚇 就是這樣 我想問你 你何時開始知道 你這個接觸 有病 突然間有血癌 跟這兩個靈體有關係呢 你怎樣找到原因呢 我只是覺得是邪 因為我一向的身體是很好的 我連傷風感冒都沒有 我連傷風感冒都沒有 咳 傷風感冒 什麼都沒有 我去完那間屋之後 我就覺得 我就立刻變成這樣 那 自此 我其實在醫院都住了兩年了 兩年 是啊 因為我 因為 她整個療程就要做八個月 好 那我就想問 那是不是爸爸救回來的 整件事 我覺得是 如果我肯伸手給她 可能我也跟她走了 嗯 如果我肯伸手給她 是啊 然後自此之後 搞不搞就有些很奇怪的事情發生 那就是去看樓啊 或者其他事情 都有些很奇怪的事情發生 好了 你剛才提到這件事 那有很多朋友就 很有這個 歷史觸覺的 六零年代 跑馬地 馬上 剛才我同事就找了兩張照片 就知道 是哪一間屋 已經找到出來的 其實也是有新聞 很明顯 說出來 服司的位置在哪裏 是啊 是呀 是呀 畫了出來的 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看到 哦 你沒有看到 是啊 是啊 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 所以我跟你在說電話 OK 沒錯 這件事就有資料 但是基本上 賣得這麼行 你們沒有看不到 你說同事寫了出來 為什麼會全部看不到 在電腦裏面 這麼古怪的 他們就說 一向都在電腦裏面 就是所有 關於這些空窄 所有都一定在電腦裏面 一定輸入去 嗯 我那天去看樓 我檢查完 因為我們要按盤子 那些 是沒有這件事 我是真的看不到 但是我另外 我還沒說 有個同事說 我不想去 叫那個鬼佬接住去 他都看到 所以他不想去 但是我是真的看不到 那就是鬼閉眼 那些什麼 然後到我講的時候 到我被大家聽聽 發現的時候 我的同事過來 查我的電腦 是沒有了這件事 然後查其他同事的電腦 全家公司都沒有了這件事 然後他要從頭打進去 你現在在說 你看樓的時候 和這件事發生的 都幾十年了 不是 2010年 我才生病 2010年 是在說我發生的 是2010 他是六零年代的事 那就是 六零年發生這間 和你一零年代 就是幾十年了 是啊 對 但是我不知道 那間屋是這樣 那幾十年是沒有裝修過 沒有人住過 應該有的 應該有的 可能人家都住了一會 可能怕了 然後搬走了 但是廚房真的很恐怖 你進去 是月月產片 那些 那些做法是很長的 是啊 很長的 真的 我真的衰多後 我想問一下 你現在還在做地產 還是怎樣 我還在做 你知不知道這個單位 現在是什麼情況 我不知道 我不敢 我不敢再去理解 我不敢再關於這件事 是啊 明白 好 整件事都很有畫面 因為有資料有真相 所以下次不要亂說話 是啊 看樓不要亂說話 真的不要亂說話 OK 我現在去看樓 我剛剛兩個月前 我去看西半山有一間 我用鎖匙開門 開幾個都開不了 你是令到鎖的 但是感覺裡面有人鎖了 所以你令到也沒用 感覺到是縮了 你推不開門的 嗯嗯嗯嗯 其實這些事我們很多時候都會發生的 我們可能用一些WD-40 再弄一下 但是怎樣也弄不到 接著我的客人就說 不如你讓我試一下 我便給他一條鎖 他又試一下 他又轉來轉去 他轉不到 就開不了 接著我們說 那時候很晚 你睡了八點半 我便說 不如我們走吧 因為還有其他人去看 不如看哪一間 看下一間 他便說 好啊 我們轉著面 其實那個位置大約是十步 那門自己彈開了 噢 接著我的客人 可能他又是外國回來的那些 他便說 噢開了 進去看了 我說好啊 我就站在門的位置 這樣走進去 接著我的心 我的心就一直在那裡 躺在那裡躺在那裡躺在那裡 很害怕 我現在很害怕 我現在很害怕 自從那時候 我現在去看樓 我很害怕 噢 但是開了進去看是OK的 是沒事的 沒事的 是沒事的 是沒事的 但是我不知為何 自從那時候 我現在很害怕 總之 嗯 是呀 可以帶上來一起分享一下 好啊 先謝謝 謝謝 拜拜 這個 有待再查證 因為 我相信這些樓在跑馬地 其實如果遠風不動幾一年 都不奇怪 因為他已經是一零 雖然已經去到19 或者10年 但是如果他一直都有事發生的 可能那些人 如果只是租的 都不搞那麼多 是不是 或者就是 除了有太多次 那個單位的模式 都可能仍然是這樣 但是那個業主 是的 那如果你說業主 那可能客人都會投訴 是不是 就是為什麼會做 可能不夠兩年 又搬呢 都會告訴你 喂 可能有鬼 雖然整件事 他沒有見過家裡說有鬼 只不過 就說 他的身體是這樣的毛病 那 那會不會只是他的問題呢 或者是今晚的磁場問題呢 好了 那 有待 或者找一些高齡人士 有機會再 感覺一下這間屋 好嗎 好了 回來之後 今晚我會打個長途電話 找一下陳師傅 就是說一下 究竟 怎樣可以邀請一個靈體上身 直接跟他對話聊天 就是說 是一個有預謀的 可能是 叫做問米 因為如果知道哪個親人的說話 他願意上來 那就可以跟他聊天 基本上 師傅說可以這樣做的 看看有沒有人願意 可以充當這個角色 好了 我們在休息之前 看看 綁齡這部電影 今天 是的 設定計劃方面 有沒有什麼進展呢 都可以 差不多一半 希望到下個星期 7月14日 那晚 大家都會一起 和我們感應一下 農曆7月14日 去看一部鬼片 到時我們的演員 都會來現場借票的 好了 希望你可以快點 按進去這個 朗豪方的網頁上面 立刻支持我們這部電影 綁齡 好 回來再見 MINGAL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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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ALEC